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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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新唐人 環球直擊 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中共國企員工吃空響 有人休16年產假 五千萬元廠房蕩然無存 業主接中共搶劫手法 台艦長還原對峙中共海警船 總統續免國軍海巡 加州海塔獲救後移軍紐約 水族館首次亮相 中共國企和官場吃空響現象屢見不鮮 近日 吉林一國企發布通告 催促多名員工回去上班 其中一人離港長達16年 引發熱議 10月15日 吉林森公集團全陽權飲品有限公司 發布通告稱 有4名員工未經公司批准擅自離港 要求他們回去上班 其中一人2008年8月就離港 至今已有16年 離港原因是休產假 吉林森公集團表示 除了上述4人還有12人擅自離港 這16人有單位繳納五險一金 但沒有上班 國企員工常年離港引發熱議 有大陸網友嘲諷說 國企待遇真好 可以休16年禪假 也有網友直言 這些人都是有背景的 一般人好好幹也辭退你 大陸廣東國企員工郭先生表示 這些在國企吃空想的人 都是有背景的 普通人是不可能的 普通人是不可能的 一般都是這個國企的領導 全五位的領導可以做到 哪幾個呢 現在是叫董事長 董事長實際上就是黨委書記吧 總經理就是原來的廠長嘛 下面的財務部的 這是有實權的 財務部負責人 還有就是人事部門的負責人 還有一個就是黨委的命令 是叫組織部 是他們這四個人的角色 中共官員子女吃空想事件 曾被媒體曝光 2013年河南省公安廳通報 路易縣公安局前政治處主任邱海山 讓女兒7歲上警校 10歲當公安 長期領工資 已落馬的中共發改委原副主任劉鐵南 安排兒子在國企廣汽集團吃空想 6年領取了121萬元薪資 旅美大陸民眾劉女士說 中共有兩套規則 明面上一套 暗地裡一套 被約束的都是普通老百姓 新唐人記者唐瑩李莉高玉採訪報導 10月18號 中共央行發布通知 設立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 A股回購規模再創新高 大陸投資顧問警示 回購股票在中國不強制註銷造成弊端 大股東高管瘋狂套現 導致投資股市的所有基金連續虧損多年 10月18日 中國人民銀行發布 關於設立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 有關事宜的通知 設立股票回購增持再貸款 激勵上市公司回購和增持股票 而Wint數據顯示 今年以來已有近2000個回購方案已實施完畢 涉及1400多家公司 其中逾340家公司已完成回購金額均超億元 化名麥克的大陸投資顧問表示 上市公司回購自家股票並註銷 可以增加股票的含金量提高股價 也可作為員工福利 但在中國不強制註銷造成弊端 麥克還表示 最近這幾年 投資股市的基金全均覆沒 向成立時間最長的華夏基金 從2021年開始連虧4年 收益率持續下降 這是史無前例的情況 還包括2億股民和8億基民被套死了 老股民提到股市消滅了不少中產階層 由於中國經濟下行本業掙不到錢 很多中小企業老闆炒股傾家蕩 股市新手胡先生表示 他做海鮮生意現在不掙錢 炒股是期望能補貼家用 但股市風險太大 連保本都是問題 新唐人記者 雄斌舒燦採訪報導 由於諾基亞的電信設備市場低迷 決定在中國裁員近2000人 佔當地員工的約五分之一 同時總部位於美國的 顧問公司麥肯西 也在中國裁檢約500名員工 由於銷售下滑 總部位於芬蘭的諾基亞 計劃在中國大陸裁員近2000人 這次在大陸裁員是諾基亞去年宣布 裁員9000到14000人的一部分 總共裁員人數約佔全球員工的16% 諾基亞目前大陸市佔不到5% 已減少大陸佈局 今年曾出售大陸合資企業的持股 另外總部位於美國的顧問公司麥肯西 正在調整其中國業務 計劃裁員約500名員工大約佔三分之一 據《華爾街日報》報導 麥肯西為了降低與在華開展 業務相關的安全風險 持續將中國業務與其他全球業務分開 並減少與政府有關的客戶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梅、榮譽綜合報導 來自中國渠州的陳瑞 與家人一起創辦外貿衣場 沒想到價值5000多萬元人民幣的廠區 被中共用各種辦法 以1000多萬元的拍賣奪走 但您瞭解 1998年 中國渠州人陳瑞 與家人創辦外貿企業 生產服裝 短短兩年 公司年產值就達到6000萬人民幣 每年上繳100多萬稅款 在2003年 他們又投資900萬 在當地的產業園區買下22亩地建廠房 沒想到 這個園區在2006年被政府凍結 準備拆遷 等待拆遷期間 他們曾經向銀行貸款1000多萬人民幣 不久後 銀行卻要求馬上還款 否則要限制高消費 包括不能搭飛機、高鐵等 這大大限制了他們的經營活動 他們這個是蓄謀已久的 他們是個很大的一個計劃 就想把我們企業給拖垮 最後他們低價收走 我們當時有一個鄰居企業 當時是自殺了 跟我們是一樣的情況 因為無計可施 他們只能任由事業被拖垮 直到2018年破產 後來被拍賣 一般像正常的滑紅線到拆遷的話 最多一年或兩年就能進行完了 因為它只是想把你拖垮 所以它就說你已經凍結了 你不能做任何的更改 你也不能做任何的變更 商業變更那個什麼工商變更 但是它就拖著你 也不告訴你具體什麼時候拆遷 就是因為這樣子的一個惡政 通過將近8年的時間 把我們一步一步拖垮 陳銳指出 2018年 廠區拍賣價是1億多人民幣 但最後政府是以十分之一的價格拿走 原本是當地非常富裕的家族 陳銳一家在中共的迫害下 瞬間變得身無分文 他痛批中共就是靠搶劫私營企業來發財 他自願退出共青團和少先隊組織 也希望更多中國人認清中共的邪惡 當一個人在一個洞穴裡面 沒有見過光的時候 他是不知道光是怎樣子的 但他一旦知道光 他就再也回不去了 但是你知道光還得在洞穴裡面 那是非常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先希望通過各種的媒體 讓他們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樣子的 讓他們開始懷疑他們這一輩子 從小受到教育 從小的認知 當他們的信仰崩塌的時候 我覺得共產黨的末日就到了 如果你是團員 你是少先隊員都要退出來 跟他徹底的劃清關係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李玉杰 洛杉磯採訪報導 接下來請看一組新聞簡訊 日本民調稱 自民黨有可能失去眾議院 單獨過半數的議席優勢 中共再出刺激政策 投資人不再相信陸港股期跌 川普與賀錦毅打媒體戰較勁 持續爭取中間選民 美國總統拜登訪問德國 將與蕭茲會面討論 二屋戰爭及中東局勢 中共篡政75年來 不但為中國人民 帶來巨大的苦難與人權災害 同時在過去幾年間 國際社會也紛紛警覺到 中共對海外各國的 顛覆滲透與危害 來看全球透視中共 日本其父女子大學名譽教授 白馬傑認為 中共不僅獨裁 還輕易撒謊 若讓中共稱霸全球 國際社會將被嚴重威脅 民主國家需與中共抗衡 共産党は本来農民と労働者の味方のはずです しかし今の中国共産党は特権階級です 中国共産党の上の人たち農民でもない 労働者でもない 中国共産党は嘘つき 例えばチベットを侵略した後に チベットと中国で17条条約を結びました あれも全部約束を破りました ですから中国共産党は独裁であり そして嘘つきつきの政党です 中国になったら世界中を監視カメラをつけて そして自民たちの国民も他の国の国民も監視するような そういう社会になってしまうと 戦争相手の意図とする派遣を求めることに対して抵抗する そして中国という自由を求めない国と 自由を尊重する国々あるはそのグループが 常に緊張して対抗することは僕は必要だと思います 台舰長還原对峙中共海警船 總統蓄勉国軍海巡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台湾の消息 中共危台軍演 引き美國 日本 英国 德国等多国の譴責 总统赖清德今天视察国军和海巡队员 虚勉他们在日前中共的围台军演中 迅速应变反制 全心全力保家卫国 而成功舰舰长也还原与中共对峙过程 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18日来到空军作战指挥部 虚勉全力应对中共围台军演的国军 中共在双十国庆后对台湾发动联合力舰2024B军演挑衅 当天派出125架次的军机骚扰创下单日新高 国军的战机也紧急升空应变 不只是共机扰台 中共在军演中还派出34艘次的船舰 国军的雄风飞弹发射车迅速就定位 让共舰不敢轻举妄动 赖清德也前往桃源续绵海军的海风机动中队 并颁发甲彩金 而当天的船之中有17艘是中共海警的公务船 其中甚至有超过万顿的海警船 中华民国海巡队员与共舰对峙 进行广播驱离 赖清德同样来到海巡署舰队分属 并与当时挺身面对万顿船的成功舰船员 视讯对话 中共海警两国动摇 部位在一万两千顿 本舰为六百顿级 现场搭配花莲海巡队 三百顿级巡方艇 以二对应的方式对应 纯攻舰最高船数四十节 与巡方艇大小相配 快速接慢 相较大部位的海警船 对应上更具机动明活性 报告完毕 谢谢总统 面对中共威胁国军与海巡 严阵以待 保卫国家绝不松懈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剪 林玉堂李毅宏 台湾台北报道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 财经一百秒 海基电雄本厂子公司 JASM社长 哭田又一宣布 今年将建造第二座工厂 预计2027年开始投产 中国18日上午 公布今年第三季 经济成长数据为4.6% 低于上季的4.7% 当局近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陷入通缩压力阶段的风险 中国9月出口成长大幅放缓 进口也大幅放缓 制造商正在削减价格 以在多个贸易伙伴加征关税之前转移库存 Google执行长皮彩宣布 负责搜索广告和其他重要部门的高级副总裁 普拉巴卡尔拉加万 现在将担任首席技术专家 并整合DipMite旗下人工智慧团队 串流媒体平台Netflix 公布第三季营收年增15%至98.3亿美元 财报与财测都超出预期 付费订户总数来到2亿8270万人 并表示将考虑进一步涨价 Netflix盘后价大涨近5%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新唐人钢琴大赛精彩对决 武人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有本台举办的第七届新唐人国际钢琴大赛 周四在纽约曼哈顿迎来复赛 选手们感叹指定曲目如同天籁之音 让人能够脱离世俗的分忧 经过一整天精彩的切磋 最终来自欧美亚的选手中 有5人晋级决赛 选手们全身心投入 随着指尖的舞动 美妙的乐音回荡在考虎曼音乐中心 在周四的复赛中选手们第一次演奏了 大赛指定曲目《圣恩》 曲目结合了东西方音乐精髓 选手们需在两个月的时间内熟练曲目 还要深刻理解其内涵并完美呈现 可以说是一大挑战 中间在我为了正音的时候 它特别就是像杨琴在敲打的感觉 高音在歌唱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很像二虎这样 有一些滑奏或者是装饰奏的部分 我会觉得它很像琵琶 今年的指定曲目《圣恩》 由神韻艺术团作曲家 琴园女士改编自神韻艺术总监 DF先生的创作 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神性内涵 对我来说它就是一个创世神或是神 就是创造了我们 让我们下来凡间 就是上一堂课的感觉 负赛中选手们演奏了指定曲目《圣恩》 以及一首贝多芬奏名曲 并分享了他们对指定曲目的深刻理解 它使用的音型是一直在转的 很像是它会再一次 再次重现再次轮回 之后这个地方到达云层的时候 就整个人飘起来 可能会比较像是祝诵或是什么 或者只要求答案 有很多的音乐 明天就是赛程的最后一天了 而周六是获奖者音乐会计颁奖典礼 届时将会开放公众入场 也会透过网络进行全球直播 您可以透过电话或是网络购票 清零现场感受音乐气氛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月 鸿生纽约采访报导 加州海塔获救后移居纽约 水族馆首次亮相 两只在加州海岸获救的海塔 在移居纽约水族馆后 周四正式亮相 与游客相见欢 可爱的海塔搓着小手 对周遭的一切东张西望 这两只雌性南方海塔 在小时候从加州海岸被救起 接受过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的照顾 随后他们被送至纽约 并于周四在纽约水族馆正式登场 自1991年以来 纽约水族馆已经为11只获救的海塔 提供了一个家 一般生活在加州海岸的南方海塔 又称加州海塔 根据海洋哺乳类动物委员会的资料 南方海塔拥有动物界最浓密的毛皮 有助于抗寒 在北太平洋 海塔的数量曾经达到数十万只 但在20世纪初 因为毛皮贸易而被大量猎杀 导致数量急剧下降 自1977年起 他们已被美国宾威物种法案 列为宾威物种 据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估计 目前约有3000只野生南方海塔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郭曰熙综合报道 秋收季节来临 下面让我们随镜头去加拿大卑诗省西部 展开一次独特的蔓越莓收获之旅 一颗颗红彤彤的蔓越莓 像红色的珍珠一样 漂浮在沼泽池的水面上 宏观的场面充满活力 一副天然艺术画作展现眼前 每年的9月到11月 蔓越莓采收季节 果农们会把田地里灌满水 成熟的蔓越莓比水清 会自然浮上水面 然后他们用水轮机 把蔓越莓从藤条上摇落 在用巨大的蓝莽聚拢后 收集起来进行加工 游客们聚集在水中的长桌旁 享受着蔓越莓做成的各类美食 欣赏着眼前壮丽的景色 新鲜的蔓越莓沙拉 清爽又开胃 醇厚的蔓越莓奶酪 搭配着各色小食 最后一道蔓越莓芝士蛋糕 酸酸甜甜 令人回味无穷 人们从这些美食中感恩大地的滋养 弥漫着庆祝丰收的喜悦 新台电视台记者林希舒菜 加拿大皮特草原采访报道 在节目的最后 我们来关注一下 在大纪元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情况 截止到北京时间 2024年10月18日 公开声明三退的总人数 已经达到4亿3734万4271人 前一天的声明人数为50214人 以上是今天的环球直击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cel Nicol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